各位朋友晚安 我是廖小君 歡迎鎖定今天二月二十二號 在星期一晚上七點五十五分 問你播出新台灣加油 這段時間很多個人朋友說 廖小君出國去了嗎 而今不好意思 因為一方面三類跟Discovery團隊 所記錄台灣戰役紀錄片裡頭的第二集 因為即將要播出 所以除了一方面忙著在拍攝紀錄片之外 另一方面也因為家人生病 所以請了長假 那麼以示照顧 這段時間非常謝謝這個主治醫師 林靜穎醫師 他的代本主持 更非常謝謝 官人朋友你們的支持 更謝謝是在場來賓 這段時間的鼎勵幫忙 我們相信新台灣加油 在未來一年當中 繼續會本珠專業服務大家 那麼稍後馬上要給王定宇 這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我們看兩個相關的數字 陳時中的滿意度達到七十三點五 包括ETtoday的新聞雲裡頭的民調裡頭 對於鄭文燦的滿意度 竟然高達百分之七十九點四 百分之七十九點四 好交叉分析之後呢 等一下王定宇告訴我們 可是呢 我們看到為什麼有這麼高的滿意支持度呢 不逃的危機從院內的感染一直到可能會有社區感染 因此危機已經渡過了嗎 桃園人已經站起來了嗎 而桃園人站起來是因為中央有陳時中 地方有鄭文燦嗎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的國力像美國是這樣子的話 台灣會有多慘 解放軍不會打過來嗎 紐約時報稍後王定宇秀出 在今天刊登頭版的半夜的巨幅的圖像裡頭 告訴美國的疫情有多嚴重 死亡人數快逼近五十萬人了 從這個反差性這麼強的數字裡頭 來看出台灣的反應大戰略到底是不是正確 可是台灣似乎有兩種人 一種人積極要守住台灣的防火線 包括我們稍後獨家連線 很多人在關心的是 不管是外購的德國的BioNTech或者是這個AZ疫苗 本週即將要來 或者是輝瑞或Madonna到底什麼時候去打 更關心我們的國產疫苗 如果國產疫苗應該視為一個國安事件的話 國產疫苗尤其是高端率先進入第二階段 三千七百人的受試者當中 它的最新進度是怎麼樣呢 稍後獨家連線 它為什麼要成為受試者 而前撲後繼有更多人全台灣 幾乎大家牽手在愛護台灣 如果疫苗是一個國安事件的話 從這些受試者 他們所看到的是台灣是什麼樣一個狀況 而這個疫苗事件 如果一旦要成為一個國安政策的話 未來的疫苗政策應該怎麼樣去面對 好我們稍後馬上進行獨家進行連線 他為什麼要成為受試者 當然台灣的暗黑勢力是不是大竄聯 稍後聽聽看陳時中坦誠有許許多的假代理商 比如說說他是有輝瑞的一個授權 結果到總公司去查證之後 發現通通都是假的 為什麼疫苗會進入整個市場 讓人家瞞天喊價呢 到底為什麼 當然今天要讓你的看來是趙紹康三中案 首度於證人身份來出庭 10億買57億 趙紹康說我出價最高真的是胡說八道 來看看趙紹康這個三中案裡頭成為媒體焦點 同時國民黨的一個損失 為什麼是民進黨來進行申訴 民進黨來進行討伐 國民黨都不在乎嗎 這個三中案在今天開庭的過程當中 又呈現出什麼樣的意義呢 要加入國民黨重回國民黨 要選黨主席2024要參選總統 趙紹康面你財產問題 該不該先清清白白的交代呢 邀請這幾位關信息來賓 來我們今天同步也開放語音投票 台灣很多人認為說你要買國外的疫苗 門都沒有 甚至國產的疫苗也沒有信心 今天我們開放語音投票 如果提供中國疫苗的話 您願意施打了嗎 如果你願意施打請按一 不願意請按二 還有手機直播透過了五五一二五四 五一二五四 那麼加入我們的討論 來現場為你邀請到這幾位來賓 首先我們來介紹 台灣智庫諮詢委員董立文老師 大家好 繼續我們介紹 這是北一致命的腫瘤科醫師 吳鴻城 吳醫師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立法委員王定宇 小軍大家好 兩岸政治協會研究員趙玉嫂老師 小軍好 大家晚安 來 國民黨的新北市議員葉元芝 小軍姐好 大家好 來 財經專家姚慧珍 大家好 桃園人 等一下聽聽 他怎麼看這個最新民調 來 國民黨的桃園市議員黃靖平 神經大家平安 稍後包括了支持媒體王瑞德 加入我們的討論 也要進行獨家連線 包括了這一位願意加入國產疫苗的受試者 還要連線到緬甸 緬甸政變發生 這是一場一帶一路與印太戰略兩大政治板塊的決戰嗎 兩大政治板塊的衝撞嗎 來 首先聽聽看陳時中怎麼樣來看台灣的疫苗 我們疫苗打得慢 真的就會有問題嗎 來 聽聽這個大現場 那這段時間這些大幅往下降 除了大概以色列 這些注射特別多之外 有貢獻的一些確診案例的 疫苗貢獻的確診案例 其他的國家其實不多 因為大幅都低1% 影響非常低 所以世界衛生組織還是在相的強調 就是說在打疫苗能夠達到群體免疫的情況之下 能夠防疫的情況之下 那公共衛視的措施仍然不能講 所以這是一個蠻重要的訊息 那台灣在看起來跟相關的一些國家來看 我們可能打疫苗開始的時間會比較晚 那我認為這是有利有弊 那弊的部分就是大家等待期變長 期待時間變長 那利的部分是可以觀察各種不同的疫苗 在各國不同的疫情的情況之下 失檔的一個成果 還有相關的一些有效性的族群的一些情形 那不良反應的一些通報 這對我們是好 但是如果台灣要跟世界走向同步 那認為未來在施打疫苗的效率 就變得很重要 但是我們這裡面對於 這所謂的防疫在疫苗上面 我們跟各國有一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們對於相關的一些 安全性的要求比較高 因為畢竟我們的確診人數跟其他的各國都少非常的多 那我來強調 那近來有一些專家也提出一些不同 各種不同的意見 那我剛才也講過問題說 那不應該讓大家選擇應該用強制的方式來做 我覺得這站在公共衛生的立場是 也不是一個錯誤的習慣 但是我們認為我們可以用比較好的一個資訊的系統 能夠雖然是麻煩 但是一樣可以達成這個效率的效果 那也希望大家全民能夠耐心等待 好台灣分成有好幾種人 一種人極力防堵我們的防火線 希望尤其是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 像不逃醫院一旦發生感染時 可以到最後全身而退重新的運作 來我請教師王定宇 從包括的UDN 那麼獨家所公布的這份民調 跟ET Today當中 來看看美國的狀況 看到了什麼 這個反差性真的非常強的 王定宇 如果我是一個桃園人 或者如果我是一個台灣 現在住在台灣的人 我怎麼去感受這段時間的事情 我把它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用時間軸 也就是從不逃危機開始 一直到今天 今天值得慶祝的好消息 2021年的2月22號 已經連續13天無本土病例 連續13天 之前其實都只是一天一天 否則整個加起來 無本土病例的時間應該會更長 那今天也沒有境外的 所以這是好消息 那疫苗也有一些比較好的發展 那這個零確診 回頭去看布陶 很多人說台灣人的記憶是 很短時間的 可是我覺得經過2020年到2021年 我們可以把它看長一點 所以這個時間軸 我大概用民調來說明 另外一個是橫軸 我不能只看台灣 世界最強的大國叫美國 看看美國發生什麼事情 來對照 我先從民調這邊來講 在30多天前以前 某一家醫院 發生有一個醫生感染 那時候 有一堆 包含國民黨的議員 要去公布那個名字 要求公布 從那天開始擴大到第二圈第三圈 到最後還有一名死亡 這個過程發生很多事情 而這個大事情就形塑了今天這個民調 所以一定要先講事件 再來看民調才有意義 在那段期間 我們台灣的中央防疫指揮中心 跟桃園市政府的衛生局 合作在 布立桃園醫院進行所謂的防疫 全世界的國家只要醫院發生群聚感染 幾乎防線都是垮掉 所以在那當中 我們會發現 國民黨的議員公布足跡 我們也發現 當時以前和平醫院SARS的邱淑提出來講 說現在這些人防疫沒有防疫邏輯 他要求是像和平醫院那樣子的封院 我們看到楊志良出來說 我如果是院長 我一定處分那一個 為了防疫而努力 卻不小心確診的30歲的年輕醫生 楊志良還講了很多 他最後一個結論 有超過55%的可能性 這個布陶事件最後會大爆發 演變成像日本一樣慘 我們看到國民黨有委員 直接要求撤換陳時中 由賴清德來代表 也看到有國民黨的委員 先說要封城 後來我們這個集中隔離 要求居家隔離 超過5000人的時候 同一個委員講 那誰去買菜誰來大掃除 不一而除 所以你如果是一個桃園人 那時候最刺傷心裡面的痛是 事件剛開始發生的時候 三位國民黨的縣市首長 避桃令公布出來 其中還有包含澎湖之前因為飯店所謂的隔離的場所不足 希望鄭文燦桃園市政府協助 桃園市政府協助之後 布陶發生事件 第一個丟出避桃令的竟然是澎湖縣政府 所以如果是桃園人看到那個過程 會覺得自己的故鄉自己的城市好像要完蛋了 如果是一個台灣人對布陶發生的事件 至少有兩邊的聲音一直在那邊 一直在攪動的時候 那個是不安心的而且快過年了 可是經過34天的努力 布陶事件最後擴大防火線 連續三次有五天 凌確診之後一天有人 又再來五天後來再來四天 現在已經是連續13天 而這個布陶桃園醫院 所有人的不管是環境檢查 PCR檢查 另外呢裡面還有做一些血液的檢查 通通都乾淨 那在19號也恢復正常 布立桃園醫院群聚感染危機 正式圓滿結束 那各界都說現在全台灣最乾淨 最沒有COVID-19病毒的地方 就是布立桃園醫院 而對照當年 十多年前付出慘動經驗的SARS和平醫院 院內感染從豐院開始暴增到50多名 付出很多生命的代價 所以當這一切都乾淨 塵埃落定 桃園恢復正常的時候 對一個桃園人 對一個台灣人回頭去看那段時間 在野野黨要換陳時中 要避逃令 要這個要那個要封城 對陳時中的肯定 讓大家又回想起這一年來 防疫指揮中心整體的付出 所以陳時中代表著整體防疫的人 得到全國73.5%的肯定 這個很難 最難的還有一個 這個各地區 因為雲嘉然地區滿意度80.3% 縱使在台北市還有68.4% 將近七成對陳時中的表現滿意 新北市是高於平均數76.3% 也就是新北市對陳時中的滿意度 比全國的73.5%還要高出3% 是顯著有差別 那除了區域的差別以外 在全國大概所有的區域 所有的縣市陳時中的滿意度 大概都在6成6成5以上 這個是大概全國一致性的高滿意度 最重要的是年齡 20歲到29歲 也就是我們的青壯世代的年齡層 大概是首頭足到頭第二次的人 陳時中的滿意度 竟然是破表到81.4% 這些是有未來的 那在網上推一格30到39歲 也就是年輕人開始有小家庭 家裡有孩子 39歲以下的孩子 大概都在國小國中左右而已 滿意度也高達77.6% 對照全國的平均73.5% 也是超標 那超標以外呢 如果你去看所有的年齡層 哪怕六七十歲的 一樣陳時中的滿意度 都是超過65%以上 也就是從去年的防疫 陳時中打下了九成以上的滿意度 到隔了一年 經過不逃這麼大的事件 整個在野黨部分的媒體 請全力在轟防疫中心 轟防疫作為 轟陳時中 連叫他下來 去年沒有人敢叫他下來 今年開始有人敢叫他換人 換賴清德的時候 他最後以結果論 證明了我們國家的防疫 所有的醫師 所有的護理師 所有的醫檢師 藥師 哪怕是清潔工 哪怕是我們的邊境防疫的人員 海關的人員 到管區警員 交出了成績單 民眾是買單的 當民眾是買單 一直在刁難這些人的政黨或政治人物 你就要付出站在民意完全對立面的代價 這個是陳時中的部分 鄭文燦更明顯 鄭文燦本來大家還講說 鄭文燦在桃園滿意度滿高的 但是呢 移轉很困難啊 這個任期屆滿桃園會不會有困難 結果一個布陶事件 讓桃園人同舟一命 桃園人就是桃園人 桃園人面對外界的打壓 光光的流失 你看到那個飯店 那有一家餐廳 因為某一個確診去那邊吃 他沒有生意 他一樣撐下來 最後人家是用外帶年菜的方式 讓他生意上來 我們也看到布陶 雖然有人說不敢去 可是更多的人送飲料 送餐點 送這個送那個 我們看到有護理師 布陶護理師 桃園的護理師 帶著孩子到苗栗要去看診 被拒絕 我們看到很多攻擊他們的行為 可是他們接受隔離14天 孩子跟老公站在外面 斑駁的斑馬線 大家應該還印象在那張相片 一個護理師 站在布陶醫院的樓層上面 往下看看遠遠的親人 連擁抱一下說再見都來不及 那一幕大家看到桃園的辛苦 以及布陶的危機 那桃園走過來了 鄭文燦有沒有嗆聲 嗆聲中央不用 也沒有像很多地方首長 用跟中央作對 來表現自己跟地方站在一起 他就完全中央地方 在防疫衛生局衛福部 大家合作無間 加上軍方的化學兵群去消毒 最後桃園打出來的滿意度 鄭文燦是高達79.4 這個應該是40.0 高達79.4 八成的滿意度 而且一樣 所有的區域 他都是超過七成 然後鄭文燦一樣在桃園的 年輕世代的滿意度也是超標 所以這兩個民調 我們用時間軸來看 證明了一件事情 我們這一次 從中央到地方 面對布陶危機 台灣的人民跟桃園的市民 他是感動 而且認同 而且團結打贏了這一場仗 打勝了這個COVID-19 在布陶的戰 是大家共同的光榮的標誌 那還有人繼續在侮辱這個事情的話 我還是講跟民意對著做 會出事情 但是皇帝 相對於陳時中跟鄭文燦 美國紐約時報登出這個半版的 50萬人的死亡人數 看起來反差性是非常非常強的 紐約時報這個做是一週年 當時第一個美國確診死亡的病例 是在二月份 然後到現在又過了一年的二月份 有兩個版本 第一個這個是 十萬人死亡的時候 十萬人死亡的時候 紐約時報這邊刊了密密麻麻的字 我剛才去看了 那個是很標準 我駐美國人就知道 那個是刊登附文的方式 我們說要附文啦 會印誰什麼時候過世啦 寫了一些話 那十萬人過世 當時刊出來選了一千份附文 把他印在這一個頭版上面 那也就是百分之一的死亡人數 他的死亡通知書是怎麼寫的 在裡面的文字裡面有寫的是 某某人幾歲 他是一個很會修理東西的阿公 過世了 或者某某小姐幾歲 他是一個被他未婚夫所熱愛的 的lady過世了 我剛才還看到一個 他說他是矽谷的工程師 有著美好的前途 他現在不在了 紐約時報當時做這個事情 選了一千份百分之一死亡的人的 復文 他其實是要告訴這個社會 告訴這個地球 現在我們到今天為止 已經超過兩百多萬 兩百五十萬以上的人過世了 那不叫數字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人 他有家人 有親人 有在乎他的人 所以每個復文 你要去讀 全球兩百多萬份不可能 所以他挑了一千份 提醒主政者 提醒負責防疫的國家領導者 這些都是人命 這些都是感情 這些都是somebody cherish 那這些東西 論子一看的話 你真的會掉眼淚 他裡面描述還有小孩子 還有老阿公 初期這個很多都老人 他以前是一個 深受敬重的教授 現在享年82歲 類似這樣的復文 那時間越走越快 到這兩天看出來的頭版 這個圖恐怖在哪裡呢 50萬人 像每一個點 他已經沒辦法做復文這個東西了 每一個點就是一條命 所以你看到他最下面 算是間距一樣 可是表示越下面越黑 也就是那個點越點越多 也就是死亡人數是這樣往上走的 整個往上走得非常快速 那美國疫情目前死亡人數 接近50萬 紐約時報用了這個圖表 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這個COVID-19 造成美國境內重大的人命數 只有一年 到現在為止 真相還不明 疗法在追求 疫苗在試驗 而全球應該要合作對抗這個惡魔 所以這個是橫軸 我只是舉 我舉這個紐約時報 如果你再去看歐洲 看非洲的話 你就會得到一個 一樣 我今天我們今天 我們是一個台灣人 你看到美國這個狀況 你會覺得 我住的地球 跟他的地球不一樣 所以很多人說 台灣像是平行時空 這是全球國際媒體 主流社會所認同的 所以不管從橫軸比較世界各國 重軸比較時間 這段時間的努力 台灣從控制口罩的出口 到提升產能 到我們防疫的SOP 到追蹤需要隔離的人 到檢疫 要務必追到確診者接觸的每一個人 一步一步走來 包含後來紓困 後來我們發這個 包含我們紓困 以及振興經濟券等等 一直走 走到今天為止 台灣人在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對自己國家 對自己有自信 要謝謝整體防疫人員的付出 還有我們自己的配合 所以恭喜我們今天 又是連續十三天 本土臨病例 這不是一個數字 這代表我們不用去寫那些副文 去挨到一些 應該還在我們身邊的人 這是何等的幸福 應該要珍惜 好 非常謝謝王定宇 真的令人非常的感慨 那一方面又看到來自於聯合報所獨家公布這樣的民調數字 不管是聯合報公布或ETTODAY 相對看美國紐約半版的一個過去的這一個一千人的追蹤文 跟現在將近五十萬人 那我請教是桃園人的這個敬平 全力在防疫的過程當中說真的他們的大戰略錯了嗎 他們大戰略是為他們大戰略方向得以守住 不只是桃園 桃園人在這次不桃事件當中真的站起來 但是誰讓桃園人站起來呢 是不是中央有這樣一個指揮官 又包括像是有鄭文燦 而這個民調裡頭是不是告訴大家 背景不分你我不分藍綠 觀眾的眼睛是血亮的 某一種程度也告訴大家 布桃終於度過危機 來敬平怎麼看 其實作為桃園人 我看到這次今年二零二一年元旦 這個才剛新一年過了之後 爆殺 爆發了這個布桃危機 然後緊接著如同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中央的這個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這個跟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就聯合成立了一個布桃專案 而且剛剛其實還有一個沒提到的 我補充一點就是成立了一個前進指揮所 王必勝的前進指揮 對 設在了布桃 那前進指揮所除了是在布桃之外 其實在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也是通宵打蛋 保持 因為其實從市政府衛生局 到布桃醫院的前進指揮所 他的這樣的一個一路的車程 大概不到十分鐘 但是彼此的這樣子聯繫 可以說是整個二十四小時 所以我我可以說是 當然從民調上看出來 ETtoday公佈了這個 鄭文燦的民調七十九點是 然後聯合報公佈的民調 這個是 而且是民調內部 自己有做到這樣一個七十三點多 這是陳時中的 可以看得出來說 兩個人合作無間 當然歸功於說 剛剛陳時中擔任這個 疫情中心的指揮官 他用全國統一的職權 也把職權下售給桃園市政府 那市政府在接了這個權力之後 他也戰戰兢兢 然後其實也是以中央為馬首勢戰 然後配合中央 假如今天這是兩個政黨 不同的一個地方 我舉例 譬如說中央是民進黨 地方是國民黨 那可能會出現這樣一個漢格 會可能會很多的這個問題 跟爭議出現 那不管是出現怎麼樣的狀況 都不是好事 所以當然同一個政黨 從民進黨的鄭文燦 配合民進黨中央執政的 這個陳時中 所以導致說中央跟地方的合作 無間有這個默契之下 地方政府全力配合 但大家或許沒有看到的是 桃園的反應很快 我覺得我是非常佩服 鄭文燦是很聰明 他是當機立斷 一發生危機之後 除了配合中央政府 成立了這個布桃專案 然後還有這個所謂的清零 那甚至在這個布桃的 這個危機發生的時候 因為中央他是整個掌控了 所有的這個媒體 跟所有的這個訊息的 這個發布 地方就做疫調的追蹤 然後地方的警政系統 地方的衛生局 我看到這一兩個月以來 他們是不眠不休的 警政全部都動起來 過年前戲 除夕跟小年夜 鄭文燦到我們南區 其實他全桃園市 各區都有去爬爬罩 都有去慰問那些遠景 那以往的這個過年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鄭文他的過年形成會講 會跑廟 會拜廟 一整個這個春節假期 四五天這樣子 出一出二出三出四這樣 可能跑了七八十間廟 很多其實桃園鄉親 已經覺得非常恐怖了 他是很勤勞沒錯 然後但是呢 今年因為疫情不能跑廟 那雖然民眾還是會去廟裡面 求個心安 點個燈 然後這個拜個拜 希望能夠國泰民安 保佑大家 家人都能夠平平安安 但是呢 鄭文燦他一反常態 我看到他是 因為至少除夕小年 我都有碰到他 對 他來我桃園市平鎮區這邊 他就開始轉而拜訪 那個警政系統 還有消防民政系統 他就去拜訪那些過年期間 沒有辦法放假回家的工作 做了那個警政這些人員 辛苦的這些人員 他去派出所去慰勞 然後去感謝這個派出所 比如說他那時候小年夜 到我們平鎮分局的送屋派出所 他就當著所有員警講說 當時不只是我們平鎮分局 還有我們桃園市的警察局 配合的中央跟地方交辦的任務 異調的追蹤到不肯的任務 幾乎到了 他是開玩笑形容到 幾乎到了尋人歧視 到了那種 你很難去變成 好像要去做 那個人家在講說真信調查 幾乎警方都做得到 所以他們才講說警政系統 看到這樣的一個戰功 警政系統出於辦公 所以我就說 整個中央地方動起來 然後警政 護政 民政 衛生 大家都不敢鬆懈 然後曾經在這個過程當中 發生了讓我們覺得很受傷 就是桃園好像被歧視 那種感覺 被逃或棄逃 我相信憲平談出這一段 我告訴大家 在這段時間 讓桃園人站起來 在中央地方 包括民間 怎麼去通力合作 而臺灣呢 如果我們分成有兩種人 一種人的確極力要去守住 這個防火線 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 真的院內感染之後 會像布桃這樣子 幾乎到最後全身而退 剛剛定員特別提到PCR檢測 包括血清 包括整個環境 通通都是零 重新可以進行營運 還有一種人 這個人到底是誰呢 這種人呢 對臺灣的醫療 很顯然有極具信心 不過呢 有人在不斷地扯後腿 你都隱瞞這個疫苗啦 採購的總公司 跟我們溝通的過程當中 你也沒有透明啦 我們根本要買這個國外的疫苗 門都沒有 有人扯後腿 有人在唱衰 但是有一群人還是機器 為國產疫苗 在努力當中 不過這個疫苗 為什麼進入這個市場 我先獨家連線給林口的長庚大學 感染研究中心的主任施信如 那主任我想請教 你為什麼會願意成為 這一次國產疫苗的受試者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願意呢 聽說除了你之外 這一次在高端的第二階段 人體實驗當中 三千七百名的一個徵求者裡頭 哇很多人越越欲試 這個背後傳達出什麼訊息 包括你自己的考量是什麼 來施主任 其實我並不是英雄 也沒有想要當英雄 其實我只是很單純的覺得說 應該支持台灣的疫苗的產業 因為我們的確是比別人發展的慢 所以說當初的確是有點擔心說 受案的人數不夠 那當然呢 其實另外一方面 從科學上來看的話 我們的疫苗跟Madonna的 其實是同款的 只是他們的是Messenger RNA 我們的是蛋白質 所以他們的現在的效果是不錯 那我們國產的疫苗 這個應該也是會效果不錯 那所以說我覺得應該 大家應該同心協力啦 因為疫苗有點像是一個國安的問題 那如果當外面的疫苗不夠的時候 不能賣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自己要做得起來 那我覺得這一二十年來 台灣的生技產業慢慢起來了 那我們的生育方面的研究的能量也是夠的 我們的人才應該是可以做到 只是我們沒有這一些說真的把疫苗生產出來的經驗 在過去的時候呢 像藏病毒的疫苗呢 就發展的真的是太慢了 那這一次COVID-19 我覺得大家也沒有辦法了 我們就一定要加速 所以說我覺得也蠻高興說 這麼多人這麼支持 那當然是第一期的結果的安全性是很高的 那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為什麼以色列的施打的普遍率會這麼快 以色列昨天宣布 他們要重新開放了 包括了澳洲總理Morrison 他在親自在讓他的 透過Live去施打的過程當中 就說哎呀 那這個你們趕快來接種啦 澳洲即將可以過正常的生活 我就在想 臺灣真的好幸福 我們我們過去一年來說 真的還是正常上班上 我們過的正是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想請教以色列 他的一個施打的普遍率會這麼高 以至於在昨天他們宣布 他們要重新對外開放 關鍵在哪裡呢 施主任 我覺得以色列 他們其實是很早就佈局了 那他在世界很多重要的疫苗廠裡面 都很多是以色列的科學家 其實臺灣的科學家也不少 這個我們可以思考一下說 我們下次可以這樣快一點 所以說他們很知道說 各大疫苗廠進展的一個程度 所以說他們去的確是比較強 先去下了訂單 所以說在以色列 現在是拿到很多很多的疫苗 所以大家都可以打 那只要連那個Tourist進去 都可以免費施打 所以是以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他們的施打率就會很高 所以最重要的問題是他們有疫苗 他們有足夠的疫苗 那大家也出了一些那種宗教信仰之外的人 其實其他的一般民眾 施打的意願都很高 因為這很明顯的就是要終結 這個全球的大疫情的最重要的一個方式 就是要施打疫苗 那實際上我覺得我們應該下次應該是可以更 跟很多疫苗廠更同步一點 然後儘早訂下單 你所瞭解國產的這三家公司包括高端 率先宣布第二階段人體實驗 徵求三千七百名的一個受試者 北疫的部分過年聽說不眠不休 就是為了這個 等一下這個無醫師會告訴我們 那包括聯亞包括國光 這些這三家比較關鍵性的國產疫苗最新進度 主任可以幫我們描述一下嗎 高端是因為計轉於美國的NIH 那我剛剛有講過他跟MDONNA是同行的 所以說進展的是比較順利一點 那國光的話應該也是說 也知道說為什麼會比較沒有效的原因 所以正在修正中 我覺得也是要繼續的支持跟鼓勵 那聯亞呢其實是也就是剛好是這兩家中間 就是說有效但是效果稍微差一點 所以也是在修飾當中 那我覺得我們國內有多家疫苗廠是好的 而且就是說我們將來就是做得好的話 我們也可以創出台灣的品牌 那外銷到其他的國家 所以是多多益善 不是只有一家就夠了 是陳時中已經宣布已經預約採購 應該預約採購國光已經認為這一代可能趕不及 他要進入第二代的一個疫苗一個努力 那麼聯亞跟高端的部分各採購五百萬劑 而且未來可能五百萬劑之外呢 還可能會加碼各五百萬劑 這是陳時中特別解釋說 未來為什麼四千五百萬劑的原因 非常謝謝施主任 那我想有更多的一個進展 我們隨時會獨家連線 等一下吳醫師幫我們做補充 可是在這兩天非常關鍵性的記者會 來我請教姚慧珍 疫苗因為缺嘛 可是世界各國公平分配 我們都知道 強國力比較強的 似乎可以大撈特撈 買得非常多 那國力比較弱的 相對那當然施打的可能性比較低 可是為什麼這個時候疫苗會進入整個市場激勢 滿天喊價 那近來我們跟美國輝瑞是有一些溝通 因為現在近來也越來越多的人號稱他有受到一些的授權 所以來跟我們這邊談說一些相關疫苗的購買跟銷售事物 所以我們這裡面只要有提到跟這個美國輝瑞有相關的授權 但放上去我們都把資料給美國的輝瑞這邊 來替我們來澄清相關的事物 那目前我們得到的 有來跟我們談 就是說從美國輝瑞 拿到相關的疫苗的授權跟台灣談的 那至少在分公司跟總公司這邊 都跟我們澄清 目前這些都不是真的 也希望我們能夠提供這些資料 讓他們做參考 聽聽看陳志忠所講的 他說最近打著說是輝瑞公司的授權 來跟我們談的 他們把相關的訊息丟給輝瑞總公司 記者曾經說明 輝瑞的答覆是這些都是假的 為什麼這麼多的前科 為什麼疫苗會變成有這種前科這樣的交易 這到底是一場什麼樣的聲音 是 我們知道其實所謂的輝瑞疫苗 這一次是跟德國的BioNTech一起研發合作的 那當時他們在研發之後 也在彼此的授權上有劃定一個界線 所謂的大中華區就是中國港澳跟台灣這個部分 被上海的復興奪得先進 一開始他們就簽訂了所謂的大中華區的一個授權 所以大中華區如果是要買輝瑞跟BioNTech這一款疫苗的話 照他們的規劃是要跟上海復興談的 那第二個就是 所以美國的輝瑞是負責其他全世界非大中華區的一個相關的授權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有人說什麼 我是美國輝瑞授權 主動要來跟陳時中談 奇怪後來其實台灣有輝瑞公司 台灣輝瑞公司馬上就跳出來說 不好意思 這個BioNTech跟輝瑞的這一款 其實是由BioNTech這個部分來授權 那據他們所知是由上海復興這個部分 好那剛剛那個小菁姐問到兩個問題 為什麼會有人打著這樣的招牌出來講 主要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知道有些人就像陳時中講的 有些人不希望我們太好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台灣的表現 現在整個不管是澳事 我們的整個確診人數才942人 那我們的死亡人數才9人 你知道嗎 在蘋果日報年輕的時候 有一篇文章是前路透社的南亞跟北亞的一個總編輯 Pio Smith 他親自 他是他娶中國臺灣太太 所以他會寫中文 他親自投書 他說什麼 他說他在電視上看到有人要求陳時中下臺 他整個驚呆了 他說你知道嗎 在那個時候的英國 英國的人口數大概是我們台灣的兩倍多 英國的土地面積是我們的八倍多 然後英國的確診人數 當時已經達10萬多 10萬多的樣子 然後他就一直講到說 天啊 對 9萬多塊10萬 他就說相較之下 台灣的表現根本是教科書會出現的 結果竟然只是因為當時的布陶事件 有人就要陳時中下臺 他就還跟他在英國的哥哥分享 因為他哥哥是在英國的一個醫學院裡面當教授 而且到現在還是英國他們NHS裡面的顧問 然後他哥哥一聽到之後就說 怎麼會有這麼誇張的事情 然後他說這就像什麼 這就像是這一輛車開得非常好 過去一段時間這一年都開得非常好 但是你可能擔心這輛車明年會拋錨 所以你決定買一輛新的車 他就是完全沒有邏輯 然後第二點他就說他也認為台灣 他相信他說全台灣人 Even我這個外國人我都知道 誰在阻止台灣買疫苗 難道執政黨的人就是在野黨人不知道嗎 為什麼在野黨的人會買不到疫苗這件事情 怪在陳時中的頭上 所以他這投出也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其實局外人看得更清楚 你們到底是什麼居心要去打擊陳時中 在買疫苗這件事情不利 其實司馬照之心入冷截止 連外國人都看得出來 然後所以就回到剛剛問題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個疫苗 所謂有人在這邊假 在那邊有一些什麼疫苗買賣 或是假別人的名義來買 兩個狀況 第一個狀況是 他其實是有政治意圖的 為什麼因為他就是要逼得台灣 非得像上海復興買 為什麼因為為什麼上海復興的一個 所謂的簽約前代理權 就是大中華區 所以他就是要有某種程度上 你台灣就是跟港澳一樣 都隸屬於我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你要買疫苗 只能透過台灣的這個上海復興買 第二個情況是 那既然我們可能就跟上海復興 這條路不通嘛 那不是有人就講說 因為有什麼原因有人去衝高價 有人怎麼樣 但我覺得某一種程度上是 確實就上海復興太希望我們跟他買 所以可能會有一點 比如說本來每個藥劑賣28美金 我變成我跟你講你是代理商 你去台灣我賣給你25美金 你賣給台灣的公家部門45美金 這20塊給你賺啦 中間有人有的我不知道是哪裡 可以這樣瞞天喊價 對有人是台灣人有人是香港人 有人是哪裡人我們不知道 但是有沒有這種情況有利可圖 有人會跳下來囉 當然有 所以這就是有一種意圖就是說 為什麼有很多人一直在中間去喬 去這樣子 事實上有利可圖 有他的一個差價可以賺 但最重要目的是 還是有人要執行中國的一個決心 什麼決心呢 你台灣要買疫苗 就是得跟我中國買 如果不跟我中國買 你就買不到 門都沒有 所以才會有人在之前還講說 買疫苗門都沒有 蔡總統這麼問問儒雅的人 也在也為了這四個字門都沒有 在那個過年的時間 不是就說沒有這回事嗎 事實證明陳時中在今天的記者會上 特別說明11月11號 德國的BioNTech主動跟我們聯繫 而且他們也在2月中旬的時候 特別強調為了全球防疫 沒有缺口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絕對會讓台灣買得到疫苗 這是德國BioNTech親自准許 但是這件事情曝光之後 竟然還有人跳出來講什麼 講說什麼這是什麼 有點類似 偷雞摸狗 偷雞摸狗 對 那這話實在是太難聽 我都不認識 以逆行偷雞摸狗 既然講偷雞摸狗 我們講一句實在話 我們不一定每個人買過疫苗 但我們每個人都買過房子吧 今天如果我們整個早 我們要去人家買房對不對 我比較厲害 我就說爸爸媽媽要買沒關係 我去談 談了之後我跟爸爸媽媽說 我跟你講我們不用透過仲介 我們跟屋主喔 結果今天突然有一個大嫂 或是有一個其他的人跑出來講說 哎呀你這個是偷雞摸狗啊 你要透過仲介買啊 那你覺得這 你不覺得如果是你爸爸媽媽 你整個也傻眼嗎 我們買房子買到銷 買到好就好 你關於什麼對不對 那現在就很奇怪了 你到底是跟我是不是一家人 講出偷雞摸狗的話的人 你到底是台灣人 還是你是中國人 所以我覺得光是從他講話的措辭用語 就可以看出他的心裡面 到底心向哪裡 好 這是什麼生意 來 董老師 為什麼疫苗的買賣這個生意 到底現在發展到什麼程度 看起來有一點點匪夷所思 簡單的說 現在在我們台灣炒作這些疫苗的 這些問題 他都是為背後 是在為中國的疫苗鋪路 他其實最終的目的 都是這個目的 那談到中國疫苗的話 我來談談最新發展的幾個 幾個事實就對了 第一個 中國自己才剛剛公佈 他們一幫中國人民打了 三千一百萬人 中國有十四億人口 結果中國的疫苗打到今天 百分之二而已 然後中國官方自己又宣布 他要援助全世界二十二個國家 然後至少在未來三個月 要提供超過五億支疫苗 所以中國的疫苗看起來 是給外國人打的 好像不是 因為中國政府 他從來沒有公佈 他自己的疫苗的 這個施打的計畫 他從來沒有公佈 中國按照這個科學的這個研究 如果要剛才談到 陳時中有談到 就是說群體免疫這個概念 有效的群體免疫 是需要達到65%以上 換句話說 中國的人民必須要達到9億人以上 好 那另外一個方面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有個消息 也被中國方面炒作 如果有好多個世界的領導人 親自打中國疫苗 誰 有土耳其的總統 這個印尼的總統 秘魯的總統等等 他們為什麼要做這 這些國家的總統 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很簡單 因為他們的人民普遍不信任 中國的疫苗 只好總統自己出來打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只能拿到 這個中國疫苗 中國疫苗用送的 半買半送的都有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問題來了會不會打的是食鹽水 不是 我不覺得是食鹽水 因為總統打的 他們一定檢查過 但中國的疫苗是有個什麼問題 還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中國的疫苗 自己出來的時候 說59歲以上的人不適合打 那我現在告訴各位 土耳其總統今年66歲 秘魯總統今年76歲 有一個印尼總統今年60歲 然後另外一個菲律賓總統 這個杜特蒂 他本來說公開打 後來他自己跑掉了 他75歲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其實中國人民 現在在問一件一件事情 外國的領導人 都超過60歲了 都可以打來幫中國的疫苗 做保 為什麼中國的領導人 你自己不出來打中國的疫苗 來自己做保 好 所以說他完全 這種領導人說打疫苗 它是一個政治的動作 它不是一個科學的檢驗 新加坡 我們之前討論過 因為二月過二月以後 疫苗全世界大國在搶疫苗 疫苗大亂 新加坡原來訂的疫苗也到不了貨了 所以新加坡緊急要向兩個公司採購 一個就是美國的莫德納 另外一個就是中國的科系疫苗 最新的消息根據新加坡衛生科學局 人家叫做衛生科學局 專注的是科學 宣布說莫德納疫苗已經通過他們的審核 所以說開始緊急購買 大概三月底就會可以進來 香港本來也是買國外的疫苗 一樣到了二月初的時候 因為疫苗大亂 中國的疫苗 科新疫苗 前兩天已經到香港了 你不需要審核 你就趕快打吧 香港可憐的地方是在這